一人刘真经传因心脏问题住院手术 结果病情急转直下 已装上液克膜续命 一切认为年轻女性常见心脏问题 就属二肩半脱垂最多 多年前一人大S也传出有此疾病 二肩半是左心房与左心室间的半膜 血液从左心房流到左心室 正常情况下血液通过后半膜因紧闭关上 血液才不会逆流 但二肩半脱垂血液就容易逆流 并打到左心房的后臂 引发胸闷胸痛或喘不过气等症状 二肩半脱垂患者 已20到40岁年轻女性居多 盛行率约1成至1成5 估计每6到10人中 就有一人患有二肩半脱垂 治疗时可医症状治疗 给予减缓心剂、助眠等药物 多数患者病情轻微 但症状严重者仍需手术治疗 如果延误治疗 恐引起肺水肿 呼吸衰竭有致命危险 医师提醒这类患者 运动时要量力而为 平常避免压力过大 睡眠不足时症状容易加重 因此最好避免摄取咖啡等刺激性食物 冷池 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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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 好 好 宝宝